抱着云林县长身体几乎贪软 幼儿园女老师心碎痛哭 上星期一场无情车祸 夺走两个宝贝儿子性命 女老师哽咽流泪让人看了不舍 上个月27号早上 她开车在三个孩子外出 却在产业道路路口 汗了一辆车碰撞 车上母子四人两死两伤 女老师的九岁小儿子 右手臂截肢得进行轻创手术 仍在医院治疗 自己的眼窝和鼻鼓受肠 目前慢慢恢复 由于女老师的丈夫去年十月 才生病过世 她独自抚养三个小孩 如今又发生重大事故 外界纷纷给予帮助 五天内涌入两千多万善款 女老师也说善款已经足够 希望给更需要的人 另外当初发生擦撞的另一辆车主 事发后虽然道歉了 家属却感受不到诚意 突如其来一场车祸 多走两条性命 小男童仍在住院令人鼻酸 只希望女老师能尽快走出伤痛 记者廖文斌 韩志行王百一原理采访报导 小男童仍在住院有带ə 一条命令人鼻酸 何人鼻酸 是感谢啊 是感谢啊 你又有一个人 对他们的幸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